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时候就决定的 你们自己想想自己 你们小时候就决定要当艺术家了呢 还长大了当艺术家 小时候就有啊 是吧 小时候有点天性 被大人一表扬 你就觉得自己天然的就是 天生的就是艺术家 是不是 所以呢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人这个东西啊 就是有 有什么 有几种记忆的办法 首先我们说儿童异象嘛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基因的记忆 有没有基因的记忆啊 我们生出来 我们就会呼吸 我们就会 心跳 我们的胃就会消化 这种东西都是基因密码 它自动的 不要让你学的 这叫基因的记忆 它保证人的身体的 那个 生存 还有很多 很玄的 讲不清楚的基因的记忆啊 就是人看到某种环境 人会恐怖 人有一种直觉 人的直觉知道这里 可能有危险 这种东西也是 也不是 也不是后天学的 它 人的内心里面 有一种对 环境的一种自然反应 还有一种记忆 就是大脑的记忆 大脑的记忆不大 但是艺术记家 必须培养良好的记忆 你比如说 你是一个钢琴家 钢琴家 你当演奏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看谱 是吧 要背出来吧 那么说 小听音演奏家 你是不是不要看谱 否则你就是 一边看谱 就像我一样 一边看 看那个讲稿 一边读 和完全脱离讲稿 这么讲 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你们要背出来 你们的背功要好 这个是什么 大脑的记忆 大脑的记忆 可以把什么 可以把所有的 那个一代人的东西 都记在脑里 大脑的记忆 有的时候 哎呀 有的时候是靠强迫的 有的时候靠习惯养成的 你们那个 练曲子啊 或者练舞蹈动作啊 弹钢琴啊 练小肢劲啊 你们一个 我总是 希望你们放慢速度 连 千万不要一个地方 错误了 你再去练一遍 再去练一遍 一个错误 假如重复三遍 它就牢牢 牢牢 那个刻在那里了 是不是 以后你一到这个地方 你心里就紧张 一定再翻一次错误 所以你 错误只能翻一次 你发现这个音阶 你是 这一段是一个难点 你是翻错误了 那你翻错误的时候 你就翻慢速度 慢慢的慢慢的 直到把它练的没有错误 不要翻了一次 你就放过去 第二次再错误 一个错误动作 连续三次 它就成固定的了 明白吗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重复错误啊 所以我们说呢 那个大脑的记忆呢 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是它是要有一些技巧的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文字的记忆 文字的记忆 文字的记忆呢 它可以把几代人的经验 都记载下来 它很可靠 但是呢 它里面往往是要去和文字 符号打交道 这方面呢 我们艺术家呢 练习的比较少 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用 那个大脑的记忆 和动作的记忆 我们来生活的 我们进行表演的 所以呢 我们很少去和书本打交道 实际上和书本打交道 非常重要 实际上你就在和世界上 最聪明的 最有智慧的人在交流 很多人呢 他们在三十岁之前是读书的 但到了三十岁之后 他就不读了 一直到五六十岁 在台读书 这当中有很长一段空白 实际上 人的性格就变了 讲的话语就变了 人的风度就变了 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不看书了 他们很多表达不会了 其实每个人啊 都应该有两张纸 一张纸呢 写满你的缺点 另一张纸呢 写满你的什么 优点 当你要做论文的时候 要搞课题的时候 你应该拿出所有的你的那个什么 优点的那张纸 是吧 这叫扬长什么 壁端 当你要补漏洞的时候呢 你就拿出什么 拿出你的那张写满 你的缺点的那张纸 最好别别 不要给别人看啊 你们自己去看就可以了啊 想啊 我原来有这么多的缺点 我要补一补漏洞 是吧 还有你们艺术家啊 是一些很感性的人 是不是 很感性的人 你们有没有觉得一个人 每个月 或者说每一段时间 每个星期都有个周期啊 有几天老师特别聪明 有几天特别笨 和心情有关 有的时候特别郁闷 对吧 这叫和生物中有关 那个时候啊 你应该什么 应该拿一本日历 你也拿一本日历啊 月历啊 一张上面每天都有 你就画个颜色 今天特别开心 你画茶叶的那种什么 翠绿好吧 明天又特别开心 你画天空 后一天特别烂 你画粉红好吗 那天特别沮丧 你画那个土黄色 好不好 那天特别糟糕 你画黑色加土黄色 扭在一个你自己最讨厌的颜色 然后你就看看你有没有进步 假如你看到今天的颜色 这是土黄加黑色 再叫一种特别痛苦的颜色 你那天就不要工作了 好不好 你一看今天是粉红色 那你就先 然后画 这个画不是画一个月 你就连续画个四五个月 四五个月画完以后 你就对照一下 这个月和上个月的心情怎么样啊 然后你们如果住在宿舍里 别人是看不懂的 所以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记忆是怎么回事 记忆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种记忆呢 会反馈到你的行为上来 人有记忆不错啊 但是这种记忆呢 会反馈到那个人的行为上来 那么那种反馈呢 就会非常的 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么这个就是说呢 儿童 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 说那个儿童的时候 是不是和自然比较接近啊 天性美和自然美是有点接近的 是吧 是不是有点接近啊 你看那个我们现在大人 大人一天当晚要演一些有趣的东西 什么睡美人啊 葡萄夹子啊 走私的故事啊 仙女的故事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是不是我们每天 因为这个东西给我们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就它离生活特别远 但是我们又特别喜欢它 为什么 我们是不是 对那个完全 很远的东西我们特别喜欢 实际上 是一种追忆 是儿童意向的追忆 那么多童话 就是能有一种自然人的本性 能有一种自然人本性 我们现在的人啊实际上是活得太人为了 人为知道吗 你比方我们现在的阳光 我们那个教室里的光线不是自然光 是什么光啊 是日光灯的光 是不是啊 我讲的声音不是我真实的声音啊 是那个什么 麦克风对吧 变周出来的难听的声音的 实际上我真也比这个声音好听的 是不是它是人为的 我们要演戏 我们也不是坐在石头上 也不是像古希腊的那个剧展 我们直接在露天上去演戏 不是 我们要游泳 我们在游泳池里游泳 也不是在什么 也不是在那个 海洋里啊 海洋里 爱情海里面 爱情 那个风光里面去游泳啊 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的人为了 在一个人为的世界里 人为的世界 而且是用文化精心修饰过的 那么这种太人为的世界呢 当你碰到危机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你就不想在这个人为世界里待了 你要到你的天性里去寻找 自然界很美啊 一块红宝石很美啊 一块蓝宝石很美啊 一片叶子很美啊 一片没有人去过的自然宝库却很美啊 甚至到处是招着地 到处是芦苇 很美 然后就天鹅来了 仙鹅来了 海鹅来了 各种动物就来了 这是什么 你认为那个时候 这就是人间的一点源 是吧 人间乐源 所以什么东西是自然的 它本身就是美的 自然世界本身是很美的 自然世界的美 在于什么 在于它反映出 人内心中的一种本质需要 因为我们说 人和自然的关系啊 实际上是人类存在的 最本质的一种关系 是吧 什么东西都可以还原为 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什么 人与人的关系 当每一层土地都非常美丽的时候 我就认为这是世界上什么 最美好的文明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因为这个美呢 除了它的自然状态外呢 它还勾起你的一种想象力 当一个东西都填满了 你就没有想象力了 一张白纸的时候 你的想象力是最 最大的 是不是 想象那个东西 可以带来非常大的东西 比方说有一种 叫做 叫做minimal art 对吧 minimal art 知道吗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过来 就是 比如说吧 给你一张白纸上面画一点 然后取一个名字 叫做人类的起源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它用最少的笔触 来讲最大的故事 或者给你那个最短的翅膀 让你飞到最高 知道吗 最简阅 所以呢 我们就要学这种本领 我们在一个很本源的那个点上 我们会激发我们最 最溃立的那样一种想象力 所以越是现代的人 就越喜欢去想古代的事情 一个离自然越近的人 他的原始想象力也就越强 一个生活在现在世界的人 他的想象力反而不如原始人的想象 反而不如原始自然时代的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生活在农村 生活过一段时间 回想起个农村的时候 人的想象力是特别多 想做的事情也特别伟大 那现在每天在都市里 我每天都觉得自己没有想象力 不过你们可能每天有想象力 对吧 每天 因为你是搞艺术的 其实人的问题就是 他的原始的想象力激发出来 还是没有激发出来 还有的人去做了 还是不去做 其实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艺术家 都是天上掉下来的艺术家 我们心灵里都有一些东西 这种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原始意象 我们的心灵也经常在冲动 但是你找不到一种方式 把它给刺激出来 比方说有一本小说 俄国的小说 说有个懒人的 怎么也刺激不起来 他很懒很懒 后来谈恋爱对他都没兴趣 他也刺激不起来 所以人有的时候是需要刺激的 是不是 要激发你自己 要强迫你自己 你们经常受刺激吧 把自己放在高峰体验吗 有没有放在刀锋体验 高峰体验的上面 来考量自己 有没有 或者这么说吧 换一种 换一种说法 你们的肺点是高还是低啊 肺点知道吗 肺点知道 肺点低的人实际上很幸福的 什么事情一来就开心得不得了 肺点高的人怎么也开心不及了 是不是 有的人肺点特别高 然后他就特别沮丧 你对他说 今天我们要去听课了 他说课有什么好听的 今天我要到北京去读天书了 北京那个地方 马路上都是车读 你还去啊 所以这个是什么 他肺点太高了 他刺激不起来 那么他也有他的兴奋点 他也没有他的兴奋点 比如说 我觉得徐志摩是个肺点很高的人 但是林慧英要做报告 他就对他来说 就刺激他 他就跑到这里来 飞啊飞啊飞到天上去了 对吧 要到这里来听听报告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这些东西呢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我上次说了八重美的 对你们说过吗 说了那八重美的 说过了啊 所以其中的有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说人的什么 人的选择啊 和你周围的那个环境 你的天分和你关心一些什么问题呢 都是很有关系的 那么现代人为什么都没有闲情意志呢 就是现代人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想 没有精力去分享美 那个时候你回到自然界去呢 自然界去给了你很多新的东西 让你找到了一种复兴的力量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啊 看看那个 我们 看看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别的东西 我们来谈谈儿童的纯洁吧 儿童的纯洁 儿童为什么纯洁啊 因为大家对他好 大家的真善美的对他儿童 儿童就给你一个大拥抱 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是这样 比方说看到小孩 你给他很远的时候 给他一个巧克力 然后他很高兴 跑过来给你一个大hack 大拥抱 他还给你的东西 比你给他的东西更加伟大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就像风铃一样的 风铃就是几块铁 但是风一来的 他给你的回报 给你 你带给他的回报 就更加的多 童心就这么回事 人的纯洁的心 也是这么回事 芭蕾屋艺术的自然美 也是这么回事 天性也是这么回事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 非常奇怪的东西 我们看到 看到一片白云 一片蓝天 看到一种天性 看到一个儿童的笑容 看到人的纯洁 看到芭蕾屋的颜色是白色的 芭蕾屋的衣服是白色的 看到一个舞蹈演员的笑容 是灿烂的 你能不能做这些联想呢 那么你当做这么一些联想呢 你就是艺术家 你如果没有联想呢 你就是艺术家了 有区别吗 比如说小时候听到一个故事 所以一个小女孩会画画 她一旦画了一旦画 她的母亲就特别喜欢 就把她挂在客厅里 然后客人来了说 这是我女儿画的 听说过吗 还有一个妈妈 她有个女儿也喜欢画画 她每画一张画 妈妈都不喜欢 就把她扔到垃圾桶里 然后她再继续画继续扔 后来第一个女孩成了画家 第二个女孩成了什么 成了画家 明白吗 你们知道樊高 被她母亲烧掉了很多画 你们知道吗 听说过吗 说樊高画了很多画 她妈妈一点看不懂 觉得很差劲 把她当那个捆在麻袋里 就把她什么烧掉了 当当烧烦饭的时候烧掉了 知道听说过吗 鲁迅先生写的写了很多书啊 写了故乡给他妈妈去看 他妈说这有什么好写的 这不是我们身边发生的 你写他干嘛 知道吗 有趣吗 有趣吗 很有趣啊 所以呢 我们就要说了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说这些 这些东西呢 我们说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他妈妈对还是 他妈妈对 比方说 那个樊高的妈妈 看这个东西不怎么样 把它烧掉 他妈妈做错了吗 他妈妈对 懂啊 樊高肯定挺妈妈的 他肯定说对 应该烧 至于你们现在的人觉得 哎呀 烧掉挺可惜的 对吧 因为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艺术是一个过程 明白吗 他永无止境 永无止境 所以古代的诗人 像白居易什么的 他不是写了诗要在街头上去念 念给街上的过路人听吗 是不是 他听得懂 他才能去 去发表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一个艺术家 必须把他的学艺过程当做一个过程来对待 这样他就每天会谦虚 也就是换言之 就是他把自己当小孩就对了 我总是觉得小孩比大人有趣的多 所以你们就把自己当孩子 当孩子你们就很开心 你们不要去想别的 你就想我是学艺的 我就每天学一点 这个时候呢 你就很开心 如果你正要比较 你千万不要和你的邻居去比较 不要同班同学去比较 你应该梳理更高的目标 和摩扎特贝多芬 小邦去比较 你想想 他们做了这么伟大的东西 那么你想想 哎呀我真的还很差 我还在学学 是吧 那么这么一些东西呢 我们就讲的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所以我们呢 必须要回归一下自然 回归一下自然 回归自然呢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说是回归天性 回归天性 人怎么要回归天性呢 人人 我们就可以从世界的起源所起 世界的起源所起 世界那个起源 本来就是很讲不清楚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那个大地白茫茫的一片 大地白茫茫的一片 白茫茫的一片以后 什么东西也没有 那么那个白色代表是什么 当那个世界还没有创造出来的时候 混沌一片 那个时候颜色 假如我们用某种颜色来表示 我们应该用什么颜色来表示 用白色来表示 我们看那个芭蕾舞的舞蹈 芭蕾舞的穿的衣服是什么 是白色的 白色的 白天儿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作为艺术家呢 要知道一些颜色